谁该负责?今天高雄市长陈菊走到哪就被问到哪 尤其是罹难者家属跟伤患们更希望知道答案 马上连线记者李宗宪 宗宪目前救灾的最新进度 还有明天在跳标上班上课 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就在高一大的附设医院 在稍早一个小时前也就是将近五点的时候 高雄市长陈菊是来到了这里来探视市府同仁 包括消防局警察局还有环保局 都有人员目前是在住院当中 而特别是环保局有一位机材人员 是在当时爆炸的时候 自己留下来请他的同仁先离开 留下来侦测气体就遇到了这个爆炸事件 所以伤势是非常的严重 而明天就是礼拜一 许多高雄市民都非常关心上班上课的情形 稍后在六点半的时候 市府人员也会召开相关的会议来决定 明天是不是要上班上课 然后再对外宣布 而至于在重建方面 稍早高雄市长陈菊也有针对这部分来进行 来说明 因为现在许多的灾民都非常的担心 自己外面这条马路到底该怎么办 而且明天要上班上课 可能也没办法来这个行驶 这样的道路 所以目前确定的是 高雄市长陈菊稍早是有说 如果要重建的话 必须要确定没有任何的毒气外泄 在丙溪没有任何丙溪气体外泄的情况下面 才会来进行重建工作 预计这个重建的过程 至少会花三个月半 而经费的部分也希望可以中央可以给予协助 所以将近这个经费是要预计 似乎将近十亿以上 好 我马上来带你听听刚刚稍早陈菊的谈话 我想来看到我们这些同仁 我非常感谢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 但是我目前也是非常的不舍 不过他们坚守岗位 维护市民最大的利益 但是现在他们躺在病床 我只有谢谢他们 我认为他们都是高雄的英雄 我向他们自谢 我自敬